那么花莲的好山好水 真的是吸引不少民众来花莲放松 花莲县政府有机农业促进专案办公室 日前就举办了有机促进僧疗法讲座 特别邀请了台湾大学农学院的副院长 来分享森林疗愈的好复处 而期盼能够邀请更多的国人到山林走走 在花莲开出第一张森林疗愈厨房签 越来越多民众喜欢走进山林爬山或露营 远离都市也从中放松深心灵 花莲县府有机农业促进专案办公室 日前举办有机促进森林疗讲座 特别邀请台湾大学农学院副院长蔡明哲教授 分享森林疗愈的好处 副院长蔡明哲在讲座中提到 台大实验灵结合台大医院和中研院的研究团队 透过科学验证森林疗愈的正能量 藉由产学合作结合社会公益 透过创新技术移转给民间促进社区共融 包含国产财利用原民木工创作等 其中南投入股乡的有机茶 甚至已获得欧盟认证 希望透过森林疗愈的部分 稳定人的性情以及稳定现在疫情的关系 让人非常的焦虑以及不安 透过整个绿色旅游的部分 让人感受到整个平静下来还有效果 希望透过森林医学与物肝体验研究 带进智慧林业 花莲期许能成为有机首都 更鼓励农民发展智慧农业 藉由花莲的好象好水 以及国人近年对健康的重视 将花莲有机农产形象推向世界舞台 期盼未来在花莲开出全台第一张森林疗愈的处方签 记者长邦彦华领事报导 通过森林疗愈的气球